新庄光明里的里内有一条通学项 是学童上下学必经之路 先前左右两侧的水泥墙面十分的老旧 当地里长特将该巷道重新彩绘 以美丽的海底世界为主题 并且彩绘了许多小朋友喜爱的海洋生物 里长也欢迎大小朋友前来拍照打卡 可爱的海马还有螃蟹等等这些海洋生物 怎么都集合在新庄光明里通学巷道里面呢 这个主题是海洋世界 海洋是代表很宽阔的心 小朋友经过的时候代表很乐观 他可以看到一些海洋生物 例如河马 海星 螃蟹 鱼 鸿鱼 还有一些海底世界的沉船跟金银财宝 整个很色彩丰富 呼吁我们的乡亲里民 经过这边的时候欢迎你们来打卡 那也希望能够维持这里面的墙面干净 当地里长表示 因为看到位在国小后方的这条通学巷 是临近学童上下学必经之路 加上过去水泥墙面十分老旧影响视野景观 所以在去年底他向水利局争取 以及里民的支持之下 终于在今年二月份将两侧墙面完成彩绘液鸦 成功打造了大小朋友都喜爱的海洋世界 过去的时候这条巷子蛮暗的 藉由这个彩绘海底世界 会带小朋友来这里逛逛 感谢左右邻居里民 愿意提供这个墙面让我们来做这个彩绘的设计 那经过这一次的彩绘墙给它彩绘之后 里民都觉得变得很干净 而且很有生动色彩的感觉 小朋友经过也很高兴 总长度虽然仅有30多公尺的围墙 但是透过料理长精心的设计 将它彩绘成海洋世界 生动有趣的美丽造景 欢迎大家下回经过此地 记得拍照打卡 记者黄又贤新装报导